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强的附身 按理说王强有钱有势 为人还非常的和善 日子一定过得十分的美满 可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在他心里这辈子都成了阴阳 甚至很多时候噩梦醒来时 他都怀疑自己是否还要做个善良的人 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至今说起来王强还先有余悸 那年王强35岁 在父亲的不断张罗下 他已经连续娶了五个夫人 五个夫人肚子都非常的正气 不偏不像的美人都给他生下了一个孩子 一共给他生下了三男两女 靠着父亲给他留下来的巨额财产 再加上五个夫人五个孩子 日子过得别提有多幸福了 据当地的百姓讲 王强的祖上曾经是个大官 在朝廷上也是非常有名望的 王强的祖父一直希望王强的父亲也能够考取个功名 这样王家两代人在官场铺垫好路子 后代的子孙便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 可王强的父亲根本不喜欢官场的风气 反而十分地喜欢经商 科举考试他没有去 拿着家里给的盘缠去了绍兴 跟着朋友做起了生意 靠着聪明的脑子 不出几年 王强的父亲便攒下了不小的家业 等到王强长大后 父亲连续为他娶了五房媳妇 并将财产传给了王强 自己责养老去了 自从王强成家后 父亲一并将家业也传给了王强 不仅是大部分的财产 还有两间铺子也交给他打理 王强虽然是生长在福窝里 但是这个人活得可不娇气 他小的时候便受到了很好的私塾教育 长大后为人十分地和气 和他的父亲一样 有着一个聪明的脑子 自从接过来铺子后 王强不断地扩展生意 五年时间连续吃掉了隔壁好几间铺子 一下子将两间铺子发展成了五间铺子 这天王强和以往一样 吃过饭后正在家里喝茶休息 突然下人进屋禀报 说铺子那边的掌柜差人来寻他 说有要事商量 王强问什么事情 下人说掌柜的没有给他说 只是说建了东架 让他赶紧来一趟铺子里 王强知道 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大掌柜的不会差人来请他 估摸着应该是有棘手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处理 更换了一身衣服后 王强便告诉了五位夫人 说铺子里有事 他需要出门一趟 让他们不要惦记 五位夫人也是十分贤惠的人 为王强整理了下衣服 又给他带上了一些用品 嘱咐王强早日回家 告别了家人后 王强便带着下人赶往了铺子里 由于惦记着铺子里的事情 王强和下人小四一路上策马狂奔 距离铺子还有十多里地的时候 王强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等到人影走近时 王强立马认出来对面的人 原来是他的堂弟王伟 王伟比他小三岁 是他叔叔的儿子 他不是三年前就离开家里出远门了吗 后来叔叔来家里还说 这孩子一出门就是三年 连个信都不给写 婶婶每当想起来堂弟的时候 都以泪洗面 王强心里嘀咕道 虚 王强一把乐住了身下的马匹 堂弟 王强边下马边对着对面的王伟喊道 听到有人喊自己 王伟顺着声音看去 今日这么巧合 竟然在这里碰到了哥哥 王伟一看是王强 马上来到身前说道 确实是巧合了 兄弟你外出三年多了 怎么今日才想到要回家 王强抓住王伟的手说道 弟弟出门也是无奈之举 弟弟不比哥哥 大伯为你准备好了财产 我要想日子过得舒服些 可不得自己出门拼搏吗 王伟笑着调侃道 兄弟说哪里话 都是咱家的财产 如果弟弟哪里需要钱 直接给哥哥说就是了 王强说道 如此多谢哥哥了 不过弟弟这三年也没有闲着 也存下了不少的银两 今日回家便是荣归故里 说着王伟就笑了笑 二人又说了几句话后 便分头离去 告别了堂弟后 王强就接着赶路 等到了铺子里后 大掌柜的告诉他 在他们的铺子鞋对面 又开了两家丝绸店 最近活动力度有些大 竟争得他们的铺子 没有了生意做 王强顺着大掌柜的手 向对面看去 发现对面果然开了 两家比较大的丝绸店 看这架势 来者就是冲着他们王家店铺来的 王强没有说话 而是不断地看着对面的铺子 慢慢地陷入了深思中 接连三日 王强都没有想出 什么好的对策出来 同样的产品 别人就是比自己卖得便宜很多 同样的价格的产品 别人就是比自己的产品好看 就在王强想着 要不要拼一下价格的时候 突然楼下上来人对他说道 东家家里来人说让您赶紧回家 大夫人和二夫人不见了 王强一听自己的两个夫人不见了 立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什么 自己才离开家三四天 家中怎么会出了这么个事情 不顾得听下人的回答 他赶紧喊出来大掌柜的 说自己有急事先回家 铺子的事情等回头再说 等到王强回到家中后 发现另外三位夫人都是哭哭啼啼的 脸上的泪痕还没有干 王强往角落里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的堂弟竟然也在家中 堂哥 这件事情发生的有些突然 我在家中听到后就赶紧来了你家里 看看几位嫂子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王伟说道 如此多些堂弟了 这几天让你费心了 王强没有多想 回答道 当下王强便将事情的过程询问了一遍 见没有什么可靠的信心 于是便直接去了衙门 一听说王大善人的两位夫人不见了 县令也开始重视起来了此事 立马安排人抓紧去查验找人 为了让官府的人能尽心地做事 王强从怀中掏出来一打银票 给每个官差都发了好处费 由于着急见到人 王强就没有回家 直接在官府里坐着等人 可就在他们寻找大夫人二夫人的时候 家里下人又来报告说 另外三位夫人也不见了 什么 王强忽听此话 眼前一黑 一下子昏了过去 等到王强醒来后 下人便将事情给他讲了一遍 下人说三位夫人和另外两位夫人一样 都是大早上去叫人吃饭时才看到了 原来是屋里都没有人了 王强一看自己还躺在县衙的大堂中 也不顾得礼节 爬起来就要回家 就在快到家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雨 由于着急出来 王强手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挡风雨 心里十分着急家里的情况 王强没有任何停留的意思 一路大跑着回家了 回到家门口 王强刚进门就想着关门 不料却被人给打断了思路 这位施主且慢 我看你步伐匆匆 神色慌张 且你的印堂有些发黑 不知道施主最近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吗 王强回头一看 发现是一位道士正在和自己沟通 这位师父有理了 不敢隐瞒 确实是家中有了急事 当下王强便将事情说了一遍 道士听后 从怀中拿出来八卦 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 对着王强的家不断地观察起来 频道观测了一下你家里的风水 能看出来你的人生中会有意见 此时应该是捷运发生了 最近施主有没有得罪过什么小人 道士接着问道 王强思考了一下 想着自己平日里待人都是比较和善 没有和什么人结过仇怨 当下便说 没有得罪过什么小人 道士听到后思考了一下 问最近可有其他的没怨之事 王强便将铺子的事情给道士说了一下 道士听后马上说道 这就对了 世间万物皆有定数 如果世人出了事情 那么发生此事 必定也是有着一定的因果的 当下便给王强出了个主意 王强听后半信半疑地离开了家门 按照道士说的 王强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去了铺子里 他也没有直接到铺子里见任何人 而是在铺子旁边的客栈 开了一间房间 除了吃喝拉撒 他都按照道士说的 在二楼雅间的窗户旁观察着铺子里 来来往往的人群 连续两日并未发现有任何起疑的人 出现在铺子里 可到了第三日一早 王强却发现堂帝王伟竟然来到了铺子里 看着他三快三慢地敲了一下店门 里面的大掌柜便走了出来 二人看着很熟悉的样子 大掌柜一把拉过了王伟 二人便进了铺子 王强见状赶紧下了楼 同时给客栈的小儿一块碎银 让他赶紧再去一趟官府 说事情有眉目了 不一会官府便派人来到了王强的铺子前 县令问王强 可是见到有可疑之人来到了铺子 王强点了点头 示意可以动手了 一声令下 官差们直接踹开了屋门 听到响声 里面的王伟和大掌柜的立马站了起来 堂哥 你 你怎么来了这里 你不是应该在家里处理嫂子的事情吗 王伟看到王强十分惊讶地问道 东家 大掌柜的低着头说道 我本来真的就闷在家里 处理夫人们的事了 可外性的是我遇到了高人指点 才发现了你们两个的恶事 王强愤怒地说道 见王强好像知道了事情的缘由 王伟一时间开始闭口不言 县令这事情水落石出 命人将王伟和大掌柜的压回了县衙 回到县衙后 王伟还是闭口不言 一顿棍棒下去后 王伟还是老实地招供了 原来王伟和王强的父亲们并不是亲生兄弟 王伟的父亲是后来捡到的 王强的祖父在告老还乡后 并没有给王强的父亲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 反而大部分都给了王伟的父亲 王强的父亲靠着自己的努力经营下了一片家业 也过上了富裕的日子 当时还想着拉着王伟的父亲一起做生意 可王伟的父亲嫌弃做生意太辛苦 不如在家里来得舒服 等到王伟和王强长大后 王伟的父亲就把家里的家业花得差不多了 王伟看着唐歌王强过的日子比自己强了太多 心中产生了极度心理 他三年前离家出早 就是想着自己能不能做出一些成就 可没想到事情不像他想得这么简单 做生意不仅需要脑子 还需要其他的成分在里面 后来他就不愿意自己婚日子了 就想着走一条邪路出来 他要谋划夺取了自己唐歌的家产 于是他买通了大掌柜的 事成之后 许诺给他一间铺子的好处 让大掌柜的在对面开了两间铺子影响王强的生意 自己则在家里劫持了他的家人 就为了乱了他的心智 本来这计划天衣无缝 可谁想到竟然被人给识破了 王伟说出了五个嫂嫂的下落 也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当场被宪令判了十年牢狱之期 王强没有为王伟求情 因为他不该霍乱自己的家人 可他还是拿出来一部分的家产 让人送去了王伟的家里 并嘱托王伟的父亲 等王伟出来后为他寻一房媳妇 别断了王家的香火 另外自己的五间铺子 自己也会拿出来两间给王伟留着 都是一家人 且不能放着好好的正道日子不过 再行小人的行径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